超強颱風集台讓兩死 民眾說似被原子彈轟炸過 嵌樹 水浸 屋頂都吹走 鐵閘吹到條條扁 不止警車被吹爛 19噸重的火車車卡都吹跌在路軌旁 超強颱風尼伯特 在星期五凌晨5點50分在台東泰馬里登陸 尼伯特帶來17級強颱風 登陸時偵測到的最高颱風由每秒57.2米 打破1955年每秒51.8米的紀錄 有市民形容載區好像被原子彈轟炸過 尼伯特吹閘期間 花蓮、台東等五個院士發出超大豪雨突報 錄到超過400毫米雨量 除了靠近大陸的蓮干縣和金門縣 全台停工停貨 這個台灣今年首個超強颱風 造成最少兩死72傷 和超過50萬戶停電 在花蓮七星潭 有個男人因為堅持下水結果得閉 另外有國軍在蓮干跌落海浸死 強風摧毀很多玻璃、招牌、鐵皮 四周布滿碎片 有300多人被割傷 陸空交通都大受影響 台鐵和高鐵要停駛 14條公路被封 過800韓機被取消和連誤 減弱了的尼伯特 會在今日清晨 在福建龍海和福清一帶沿海登陸 預料會在陸上滯留近60小時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